纵然蓝战不想放魏英走 可是最终魏英还是要回云梦 毕竟祭拜对于魏英来说很是重要 蓝战送魏英离开 到山门口的时候魏英开口 好了蓝战就送到这儿吧 你快去忙吧 我两日便归 蓝战只是点的脸头说了一句 路上小心 却并没有离开 无奈下魏英只好大步向前走 蓝战看着他的背影 直视在视线中消失 这才转身 算起来魏英已经好久没下山玩了 虽然与蓝战相依相伴了很久 但是却没有玩心 在姑苏又买了一些东西 便朝云梦走去 到达莲花屋看到江城 魏英直接扑了上去 大喊了一声 江城 结果依旧换来一个大大的白眼 不过江城嘴角的弧度却难以掩盖 魏无羡 你可真不掌心 这么长时间都不回来一次 江城有些哀怨地说着 魏英却笑着拿出来给他带的东西 到了时间 魏英与江城一同拜祭江叔叔和余夫人 两个人皆红了眼眶 原来不管过去多久 有些伤疤不疼 不代表不存在 每每触碰 依旧会如出明火 拜祭过后 魏英与江城一同离开 为了不让江城那么难过 魏英赶紧调节气氛 怎么样江宗主 一个人管家是不是很累啊 果然江城给了他一拳 你还有脸说 江城一低头看到了魏英的随便 很疑惑地看着他 啊 还是没来得及跟你说 我接单了 魏英话音刚落 江城再度红了眼眶 哎呀 江城你干嘛 都过去了过去了 魏英一边安慰江城 一边嘀咕 我说不带那么多武器 蓝战飞不让 你看我随便和陈情都在在身上 是不是很蠢 江城破涕而笑 魏英继续说 我就说很蠢吧 你还笑我 回屋回屋 把随便和陈情放下 两个人刚在屋里坐了一会儿 就有小魏来报 说云梦境内出现异动 魏英与江城一同前往 由于太过着急 魏英并没有佩戴随便和陈情 一行人抵达异动处 这里的气氛要阴森很多 魏英发现路边的石头有问题 便停下来查看 发现每个石头上都有标记 魏英寻着标记走了一会儿 江城完全没有注意到 魏英已经不在队伍中了 过了好一会儿才喊了一声 魏无羡 这才意识到魏英不见了 此时的江城哪有心情继续查异动 让所有人一起去找魏英 天逐渐黑了 依旧没有魏英的身影 江城开始慌了 立刻吩咐小贝去姑苏找韩光君 此时此刻 身在云深不知处的蓝湛 突然写错了一笔 心里有些不安 又过了一会儿 小贝找到藏书阁 韩光君 云梦江市来了一人 说江总主告诉您魏公子 蓝湛立马站起来 魏英怎么了 小贝这才吞吞吐吐的说出 可能遇难了 下落不明 蓝湛瞬间攥紧拳头 有些颤抖 飞奔而去 所过之处的空气都冷了几个度 蓝湛一路朝云梦飞奔而去 姑苏到云梦这条路 蓝湛有过很多次 不过每次都没有 这次这么着急 怕什么来什么 走之前反复叮嘱小心 却还是出事 江城还在寻找着魏英 一直到蓝湛匆匆赶来 蓝湛刚与江城等人会合 就连忙询问 怎么回事 江城自责的说道 这边有异动 我们过来查看 走着走着 突然发现魏无羡不见了 魏英在蓝湛身边的时候 蓝湛恨不得一分一秒 都不让魏英离开自己的视线 怎么到了江城这里 一同出行 还能把人给整丢了 听着江城说话 蓝湛紧握的拳头 一直都没有松开过 表情凝重 狠狠地瞪着一眼江城 蓝湛刚准备转身 开始搜寻魏英 却听到江城继续说道 而且 此时蓝湛的情绪 几近失控 而且什么 江城闭着眼睛回答 而且魏无羡没有佩戴随便 也没有佩戴陈晴 江城这句话说完 就已经做好了蓝湛发动的准备 果然蓝湛已经到达了失控的边缘 手中的毕尘已经开始躁动 其他人都不敢说话 不难看出蓝湛在努力克制自己的情绪 空气中的凝重 好像呼吸都很困难 最终蓝湛转身不在里江城 一声一声地喊着 魏英 魏英 听到蓝湛换着魏英的名字 江城等人继续寻找 一分一毫都不敢懈怠 算起来 蓝湛这是人生中第三次如此着急 第一次是魏英被扔乱葬岗的那三个月 蓝湛刚处理完姑姑的事 就得知魏英不见的消息 第二次是魏英在不夜天坠崖 那是他永远都无法忘怀的痛 眼睁睁看着魏英在自己面前松开手 似乎蓝湛的每一次慌乱 不安都是因为魏英 并且也都是在寻找魏英 一想到明明早上还在自己面前活蹦乱跳的 这才出来不到一天就下落不明 蓝湛更是恨自己 与此同时蓝湛更是下定决心 从今以后一定要寸步不离地守在魏英身边 这种恐惧与不安说什么都不会再重蹈覆辙 耳边还是响起各种嘈杂的声音 越是听着这些 蓝湛就是越是心静不下来 蓝湛见这样下去不是办法 便开始留意身边的每一个细节 地上的脚印很多 而且错综复杂 因为来的人实在太多了 此时的蓝湛头上已经满满都是汗 却努力让自己平静下来 心里一次又一次地问 我的魏英你到底在哪 蓝湛蹲下身开始看地上的脚印 看了一会儿他发现了魏英的脚印 与魏英朝夕相处这么久 一向细心入微的蓝湛 对魏英的所有都相当地了解 即便是这么慌乱的脚印 蓝湛还是看出哪一个是魏英的 过了一会儿 蓝湛走到了魏英一开始看到的那块石头旁边 发现这里的脚印明显分离开来 蓝湛一点点寻着脚印而去 蓝湛寻找着魏英的脚印一路走过去 走着走着发现脚印没有了 蓝湛开始在附近寻找 这里很暗 而且烟雾缭绕 蓝湛就这样一点点摸索着 换着魏英的名字 魏英 魏英 空气中似乎有一种力量拉扯着蓝湛 已经完全听不到江城等人的声音 几次恍惚都差点进入昏迷状态 他的魏英还没有找到 蓝湛说什么都不能倒下 蓝湛开始凝神 这才没有被这些乌七八糟的东西影响 有灵气在手 散发着光 蓝湛看得也清楚些 蓝湛还在寻找着魏英 不过此时的蓝湛恐怕已经知道 魏英是怎么丢的了 毕竟魏英刚刚结单不久 又没有佩戴随便和陈情 很难在这种情况下不被影响 过了一会儿 蓝湛终于找到了昏迷的魏英 蓝湛轻轻拍着他的脸 魏英 魏英 魏英还是没有反应 顺势靠在蓝湛的怀里 蓝湛将蓝湛抱起 寻找回去的路 走着走着 蓝湛突然被一股力量所伤 从背后穿向心房 瞬间的疼痛让蓝湛打颤 蓝湛咬着牙 低头看了一眼怀里的魏英 继续前行 走了好一会儿 蓝湛才再次找到 魏英之前的脚印 顺着脚印走了出去 在离开那一片奇怪的地方之后 蓝湛又觉得刚才所受的伤 并不疼了 只是觉得怪怪的 可是现在根本没有时间想那些 魏英才是最重要的 江城看到赶紧跑了过来 心里的石头也终于落地了 江城长嘘一口气 终于找到了 结果蓝湛却依旧 回给他一个大白眼 这是找到了 如果没找到 蓝湛非狠狠揍江城一顿不可 心账就账一起算 估计这也是江城 所担心的问题之一吧 就这样 大家回到了莲花屋 蓝湛将魏英 轻轻地放在床上并没有醒来的迹象 蓝湛查看魏英的身体 性命无忧 但是却不知何时才能醒来 江城吩咐人去给蓝湛做饭 但是蓝湛却一口都没吃 蓝湛这种状态 蓝湛根本就没有心思吃东西 眼巴掌眼望地看着床上的卫英 攥着他的手不松开 看到这一幕 江城也不敢再说什么 已经很晚了 所以便回房了 此时屋里只剩下了昏迷的卫英 和焦急的蓝湛 在房门关上的那一刹那 蓝湛眼泪瞬间滑落 刚刚一直都强忍着泪水 他不仅仅是寒光君 还是仙都 这份柔软又岂是旁人能看到的 蓝湛一整晚都没有合眼 就那样目不转睛地看着卫英 自己已经记在心里的眉眼 似乎怎么都看不够 次日晌午 蓝湛滴水未进 整个人状态很不好 江城想劝他吃东西 最终却还是没开口 又过了一会儿 卫英的眼皮动了动 蓝湛瞬间捕捉到 喜出望外地攥紧他的手 然后卫英睁开眼睛后 却对着蓝湛说了一句 江城 你拉我手干什么 蓝湛和江城都懵了 卫英记忆怎么变得混乱了 卫英对着蓝湛喊 江城 两个人对视一下 眼中都是疑惑 蓝湛先开口 结果卫英却一把甩开蓝湛的手 江城你怎么回事 蓝湛还在这呢 你怎么都叫我卫英了 卫英一边说着 一边看向江城 眼神中是满满的温柔 江城咽了咽口水 走上前 卫无羡 你说我是谁 这回轮到卫英疑惑了 蓝湛你怎么回事 我们刚一天没见到面 你就这么迫不及待 跟到云梦了 卫英自顾自的说着 蓝湛和江城却很是不安 江城赶紧叫了一个师弟进来 问卫英 卫无羡 他是谁 卫英瞪着大大的眼睛 笑着说 蓝湛这是我师弟啊 看来卫英的记忆已经混淆了 而且只是把关于蓝湛和江城 两个人的记忆搞混了 蓝湛再次拿起卫英的手 检查他体内的气息 发现并没有什么问题 然后开口 卫英 你还记不记得你是怎么昏迷的 卫英摸了摸鼻子 开始回答 你们在前面走的时候 我在后面 发现有一块石头有问题 刚看了一会儿 发现另一块石头也有问题 便一路跟着看下去 结果你们不见了 而且内力雾很大 还有一股奇怪的力量 没多一会儿我就晕了过去 卫英所说 与蓝湛所感受到的一样 卫英却看向江城说道 蓝湛 你什么时候来的 昨天难道是江城守了我一晚 然后卫英拍了拍蓝湛的肩膀 说了一句 好兄弟 面对这样的场景 蓝湛和江城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不知道卫英这样记忆混乱 什么时候才能好 还会不会好 就在沉默的时候 卫英突然下床 拉着江城的手 笑着说 蓝湛我们一会儿吃过饭就回姑苏好不好 你还有很多政务没做呢 蓝湛一把拉过卫英 狠狠地看向了江城一眼 被蓝湛这样拉着的卫英却有些不自在 江城 你怎么回事 还对着他使眼色 言外之意就是 蓝湛在这儿呢 你别跟我这么亲密啊 蓝湛平复了一下心情 毕竟现在他也不能怪卫英 更不能怪江城 所以只好稳定自己的情绪 轻声说道 卫英 先别回姑苏了 在云梦待一段时间 以卫英现在的这个状态 蓝湛深知 他说的回姑苏 一定是带着江城回去 那自己怎么办 所以只好留在云梦 等卫英有好转再做打算 卫英看向江城 似乎在询问他的意见 江城哪敢不点头 连忙回答 嗯 是啊 我不忙 多待几日 见蓝湛答应了 卫英也笑得开心 然后转头对蓝湛说 江城 我饿了 弄点吃的呗 蓝湛无奈地点了点头 去了云梦的厨房 给卫英做饭 忙活了好久 端着饭菜走进来 却看到卫英对着江城 巴拉巴拉地一直在说 见蓝湛来了 卫英走了过去 接过饭菜 江城 你什么时候学会做饭了 精彩内容 下期再见